显得前世今生十五 第一次万利元朝战争 明朝出动四万精锐 打败了二十万入侵朝鲜的日军 丰臣秀吉郁闷了 他确实低估了明朝皇帝的魄力 和大明军队的战斗力 可是灰溜溜的撤军 抢的东西还不够分 于是丰臣秀吉决定通过和谈拖延时间 万利皇帝显然高估了日寇的人品 以为日本会乖乖臣服大明 决定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 并果断撤军 战争的第三方 朝鲜宣祖李延是背喜交甲 喜的是朝鲜复国了 国王还能继续做 背的是由于自己不战而逃 威信扫地 尤其朝鲜水军在李顺臣的统领下 屡战屡胜 更加衬托出自己的胆小无能 于是心胸狭窄的宣祖憎恨起了李顺臣 终日一和不久 他便把李顺臣打入了死牢 李顺臣的罪名是通敌叛国 朝鲜沦陷时李顺臣没有逃走 而是保家卫国 奋起抗日 战争胜利了 却莫名其妙变成了日本奸细 显然这种陷害手法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但宣祖并不在乎 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只是处死李顺臣 并且让李顺臣身败名裂 所以宣祖要求严刑逼供 迫使李顺臣认罪 表面上看 宣祖是中了日本的反监计 将李顺臣下狱 实际上日本人只不过给宣祖递了把刀 准备杀人的还是忌贤度能的宣祖李顺 正如杀害岳飞的真凶 并非大汉奸秦惠 而是南宋猥琐皇帝赵构 不过李顺臣还是幸运的 他没有像岳飞那样被赵构 用莫须有的罪名处死 而是被免去了所有职务 大概宣祖也知道 除了李顺臣 朝鲜的将领 大都是酒囊饭呆 明朝撤军李顺臣下狱 让封城秀吉重新看到了希望 1597年正月 日军水陆并进 再度入侵朝鲜 没了李顺臣的朝鲜水师 一下被日本人打成了渣 宣祖李延不得不厚着脸皮 重新启用李顺臣 同时再次向大明求援 万里帝倒是满将一起 立即发兵援朝 由于日军蓄谋一旧 而朝鲜陆军都是空心菜 明朝主力来不及赶到朝鲜战场 日军先后攻破四川 南海 光州和南园 攻破南园后 凶残的日军开始屠城 很快全州失守 朝鲜王渡汉城 几乎成了一座孤城 这次入侵 封城秀吉调动了14万大军 而明朝当时的援军只有4万 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 明军主帅麻贵 决定伏击逼近汉城的日军 为明朝增援部队的到来 争取时间 9月 副总兵谢生 率军2600人在济山北部 与日军发生激战 之后双方都获得增援 日军参战人数达到14000人 而明军只有5000人 还有可以忽略不计的 2000朝鲜菜鸟军和1000朝鲜和尚 从人数上来讲 日军几乎是明军的三倍 不过这次迎战的明军 却是最擅长打鬼子的齐家军 他们大都是奇迹光 在北方练兵时流下的骨血 全部装备了最先进的三连发火枪 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连发火枪 除此之外 齐家军的英勇和杀鬼子的凶狠 也不是盖的 最终明军以少胜多打废了日寇 为大明增兵朝鲜赢得了宝贵时间 与此同时 李顺臣开始重新组建水军 12艘版物船成了朝鲜水师的唯一家当 面对拥有百余艘战船的日军 李顺臣决定在明良海峡 与日军决一死战 明良海峡位于真岛与大陆之间 水流团急 由于日军的舰船是尖底的 在激流中摇晃不定 导致炮火很难打动目标 而朝鲜海军使用的是平地船 船身平稳 炮火命中率高 另外明良海峡的 狭窄海盗 也让日本战船的数量优势无法爬灰 1597年10月26日 这一天可以说是朝鲜人或者韩国人引以为傲的日子 朝鲜民族灵雄李顺臣 利用明良海峡特殊的地理优势 以12艘版无船击退130艘日本战船 成为海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明军也没有闲着 在吉山大劫后开始战略反攻 12月中日军队大战于卫山 由于天降大雨 明军火器无法使用 再加上精略杨稿指挥失误 明军大败 但明军的势力反而激起了万利地的抗日决心 1598年5月 明朝新增包括水军在内的5万兵力进军朝鲜 8月 日本泰格封城秀吉病死 虽然日本极力隐瞒秀吉的死讯 但两个月后 消息还是传到了朝鲜 日军士气低落 准备撤退 大名的水师提督陈林 决定从海上截断逃跑的日本陆军 并消灭日本水军 11月 中朝水师在陆梁海面把500艘日本战船团团围住 一顿胖揍 日军几乎全军覆没 然而明朝抗窝老将军邓子龙在海战中不幸身亡 朝鲜民族英雄李顺臣也是学洒战场 陆梁海战后 朝鲜战争已进入了尾声 1599年4月 明军班师还朝 万历皇帝明神宗亲自在武门迎接 并下令砍掉所有日本俘虏的脑袋 来祭告天地与祖先 不久万历颁布了平窝招书 招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跳梁者虽强毕露 比较起来比汉武帝时期那句 明犯强悍者虽远毕竹更有霸气 朝鲜战争持续了七年之久 不算中日双方的谈判扯皮时间 真正开打也就两年多 除了李顺臣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外 这场战争更像是中日对决 日本两次入侵朝鲜最多出动了20万兵力 而明朝兵力最多的时候也只有8万 根据日本史料 最保守的记载也承认日本总伤亡是中国的三倍以上 比较客观的会认同一些具体战役 伤亡比在1比10以上 然而最擅长丑化明朝篡改历史的满清政府 却认定明军的死亡人数有好几十万 切不说明朝当时能不能调动那么多兵力援朝 如果按照中日的伤亡比例计算 当年日本的成年男子早被杀光了 不过明朝确实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仅战争的耗费就有780多万两库银 如果用粮食购买力折算的话 相当于现在的148亿人民币或者23亿美金 另外明军的伤亡虽然远远少于日本 但也损失了三至六万 特别是辽东的精锐铁骑几乎损失殆尽 诺尔哈赤正是抓住这个机会 开始从辽东崛起 放心大胆的征服各女人部落 为后来入侵中原打下了基础 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然是朝鲜 日军在战争中大量屠杀侮略朝鲜拼命 导致战后的朝鲜人口缩减到战前的六分之一 各行各业也都损失惨重 所以朝鲜与日本从此不共戴天 但朝鲜对明朝的援助却是发自内心的感恩 明朝没有向朝鲜索要一毛钱保护费 却不惜一切代价替朝鲜赶走了侵略者 朝鲜宣祖对大明是感恩涕零 在石壁上刻下了万折壁冬再造藩邦 来纪念中国对朝鲜这种如同再生父母的恩情 但宣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现在的某些韩国人在各种影视作品中 不断丑化援助过他们的明王朝 甚至暗示感恩的应该是中国 因为是朝鲜替明朝挡住了日本的侵略 不错明王朝出兵朝鲜 确实有担心日本入侵中国的考量 但这也不应该是拒绝感恩的借口 比如当一个强盗正要侵犯你的时候 你旁边的朋友帮你赶走了强盗 你难道会对你的恩人说我不应该感谢你 因为你不敢走强盗 强盗也可能侵害你 万利元朝战争给朝鲜带来了和平 但是明王朝却是危机四伏 1615年89岁高龄的大明战神李承良死于北京 在万利朝李承良的威名是远在奇迹光之上 因为老李把蒙古人和女真人修理得服服帖帖 当年李承良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爷爷和老爸 努尔哈赤都不敢有丝毫的不满 李承良死后 努尔哈赤才敢建立后金 两年后起兵造反 朝鲜被迫卷入后金与明朝的争端 朝鲜王朝能否在双方对峙中独善其身 我们下回分解